HELLO 大家好,歡迎回到SnowRunner,我是Bestro Campo 今天我們要來接一個任務 這是遺失的管線 這個大型管應該是一個蠻大的管子 所以可能等一下會用到重車吧 應該不是說重車,應該是比較大台電的車子 去載管子 那問題是他是說建議使用有起重機的卡車 你又要有起重機 然後你又要有很大的車 就是後面那個托板 就去放這個管子 基本上不可能的 所以這個任務應該是基本上應該是用到兩台車 所以我們先用起重機去探勘 然後 對,我們可能等一下就用這台好了 你看這台後面這個很大,應該可以放那個大型管子 呃,起重機的話 看一下他用哪一台車 這台起重機可以嗎 OK 嗯,等一下 看一下有哪些車 這台可以放起重機嗎 欸,可以耶 這台會不會太小台啊 應該不會 安裝 好,離開車貨 這樣子 感覺很小台 應該還好啦 我應該不會遇到掉不起來的問題 所以他是在 呃 這邊 欸 喔,這邊 OK 大概知道路線 走吧,我們上路 他這個Snow Runner 最近更新了蠻多東西的喔 他更新了好像三台新的卡車 然後 還有,好像三張新地圖 應該不是說最近 可能是 原本早就更新 只是說之前 呃,我就是 沒有去注意到而已啦 Snow Runner真的是 好玩 精神石光屋 只是卡在那個雪地裡面 跟那個妮妮的時候 是最討厭的時候了 OK,我們這邊 等一下過去看一下 那個大型管線到底 呃 就是有多大 然後我們再決定 等一下要 開過來載的卡車用哪一種 因為他都說要用到起重機了 那應該就是 可能是 那管線真的是蠻大的 OK,差不多快到了 這就在右邊轉彎過去 就到了 然後 這種 大型管線 一開始我看到以為 這是那種 很麻煩 你要抽各地 印一堆 印一堆那個東西 過來搶救道路那種 但是應該不是 好像現在這裡接的樣子 我先看一下 這起重機真的很重 懸吊一直彈 一直彈一直彈 一直彈的 應該要用大台一點的車子 來當作底座才對 不過想說 大台 車子太大的台 也會 可能遇到一些泥泥 就是變得很不方便 想說 用這種 小型卡車也可以裝 那機動性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希望是 待會是OK 但是重點是要看到 管線有多大 OK 過溪 小型卡車 死人驅動 這邊有點快開不動 喔 NO NO 那個 插速器打開 這邊 哇賽 爛泥巴 真的是爛泥巴 掉一下 前面這一坨 爛泥巴 OK 上去上去 前面這坨水 看到這種很厚的水 就覺得很煩 你看 這個水超級厚 然後拖你的速度拖得超級慢 不過也還好 OK OK 是在前面而已 天色開始慢慢暗下來了 走走走走走 我不想在晚上工作啊 可是因為我來不及了 快晚上了 好 到底在哪裡啊 這邊 哦 看到了 哦 還真是 好大一根 哇這個 大陸好像剛才那樣長型脫板 不然的話 我覺得沒有一輛車 可以裝得下這個鬼東西 你知道嗎 哦 Shit 呃 在那種地方 我先把他掉到路中間 其實也不用,因為旁邊那個石頭還蠻平坦的 我看一下 那我要給我卡住了喔 沒有沒有 差速技所打開 要爬一下這個石頭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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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然後倒車 OKOKOK 上去上去 上啊 上不去是怎樣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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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damn 這個起重力太重了,看要加速一下 上去 噢 石頭太高了 換一個地方,我們從旁邊一點點 這邊應該可以了 有了 OK 先把基座固定一下 我看一下喔 這邊看一下有沒有辦法 好,有 然後我們先把引擎關掉 手上再拉一下 然後我們要叫另外一輛車過來 就是那台很大的拖板車 那這台車先在這邊等一下 然後我去就是 從車庫調另外一輛車過來 噢天啊,我剛才一路這樣走過來 那個路線 這個有得裝嗎 這種 盡量就是開越小的車越好 不過 好像真的沒有一輛 有空間可以裝剛才那個東西的 哇 真的真的,我覺得應該就是飛 呃,飛這輛莫屬了 OK 然後你看這個超級超級無理場 然後它後面東西沒得改 它就是 呃,只能這樣子 然後還有很 在車還有東西沒有解鎖的 OK,走吧 而且現在是晚上 希望開到那邊的時候已經早上了 應該不會 哇,這輛車真的 很少,說實在的 玩那個什麼啊 是很少開到這台 你知道嗎 因為 也不是說 每次都可以遇到這種 像這種大型的貨物 要開這種 特殊車輛來載 所以 算這張可以看到 欸 這位可以看到 算還不錯 還蠻好玩的 這張卡是Western Star 在每一卡裡面 也有這個 也有這個 廠牌卡車頭 我也只有一輛 而且很後面才更新 而且這台車 我的四輪驅動還沒有解鎖 就是在這種雪地的時候就很慢 就 滿不方便的 有一些那種 改裝件零件什麼的 找時間去找一下 不然的話 因為有一些卡車 你很需要的時候 然後它的那個 機動性 就超級超級無敵 就對你在 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會非常不方便 OK 我們也快到了 開著這輛 超長的車 然後經過各種 蜿蜒小路 喔喔喔喔喔 過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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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應該夠放剛才那個管子吧 如果還不夠放的話 那 我真的不知道該 該怎麼辦 哇賽 左轉那邊那個 剛才就是泥泥那個地方 很窄耶 那個彎啊 這麼長過流嗎 那可能很難過去喔 那都是這種 超 事情都是那種超奇葩的點 然後有時候你需要那種大型卡車 或是重機具 那你就要先經過那個 超 激發的那種路 然後就這邊了 在前面這攤爛泥巴 GOGOGO 哇哇哇卡住了卡住了 拖一下拖一下 快到了快到了 前面轉 右轉轉過去就到了 這台車真的是 如果我有解鎖四輪驅動的話 應該會更好開啊 它現在都算是只有後驅而已 我們現在任務不得 不馬上用 因為我們現在任務 stable 我們這任務就都在做了 直接把旁邊哪個招牌撞飛 好了 快到了快到了 我們已經看到 倒車停在那個地方 這台車應該停這裡就可以了 剛好旁邊這邊是一個長廊 走走走 快快快快 好 這裡應該就沒問題了 停在這邊 手煞車引擎熄火 好 然後看一下待會兒送到 這個專遊站嘛 那就在這裡而已啊 那等下這樣過來就可以了 我們先換一下車子 OK 起中機模式 應該掉得起來吧 上次用到這個起中機已經是第二張的事情了 第二張不是那個卡車翻車 然後我們都掉不起來嗎 OK 好 掉起來 那個車子不會翻啊 我看一下 應該還好吧 有那個定毛器應該不會 喔喔喔喔喔喔 拉得很吃力 掉起來 掉起來 好不要往頭那邊轉 如果突然掉下來 砸到那個駕駛座自己就 自己就拜拜 哇 哇這根管線真的是很大根啊 好大一根啊 OK 然後到這邊要轉一下 Q轉一下 對準 鎖回來一點 OK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然後它上面會有一個 那個什麼 包裝貨物的功能 所以它就會幫我們把東西給綁好 然後把起中機放回去 咦 怎麼沒有把他轉啊 卡住了是嗎 沒關係 我們有終極辦法 OK 喔它是要架在那個上面 OK 然後定毛器收起來 痾 這樣卡車星庭在這裡 我們先把東西送過去 OK 直走左轉就可以了 好 左波 就是 固定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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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貨物 有沒有 然後這東西就綁起來了 我們就可以出發了 嗚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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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真的是超級小條 然後再來卡車又很長啊 送到旁邊 OK 不要跟我講要掉車可以把它掉下來 應該不會吧 OK 到了 大型管線 nice 這張就結束了 希望各位喜歡 這個任務算蠻有趣的 我們就把這台車給弄下來 在這邊蠻危險的 走囉 OK 今天這張差不多就到這裡結束 喜歡各位喜歡 那之後還有什麼大型這種破路的話 就會再出這個SnowRunner的系列 那一樣是希望的可以幫我個讚 那如果你是新來觀眾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歡迎各位在底下留言跟分享影片 那我們在下一張SnowRunner再見囉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